又到了国际plus三全球的时间了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今天要持续带您关注的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因为12号这天是他的丧礼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来介绍 今天跟我们对谈的国际新闻记者 黄振宇 振宇好 一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安倍晋三这个被枪杀身亡这件事情 真的让大家都很难以相信 而且很多国家也都相当不舍并且震惊 那他是在8号的时候 奈良助奖的部分来被枪杀身亡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多人没有办法意料到 那在12号这天是他的丧礼 在下午这天举行了 那现场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要请教真理 好 我们看到这个安倍晋三的丧礼 在这个曾上司这边举行 但他是不对外公开的 不过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民众 是到曾上司这边来调宴 你看到这个画面 非常非常多的民众排队 我看这个现场的画面是 你几乎看不到尾巴 一直有不断地有人抱着 比如说抱着鲜花 或者是抱着有一些 比如说饮料等等的 放到这个鲜花桌上面去 来感念它 对 来感念它 那现场呢 其实有看到安倍晋三的遗照 其实是特别选了一张 他没有打领带穿这个白衬衫 两只手插腰 看起来非常的开朗的样子 其实就是希望日本的国民能够永远记住他这么开朗 然后这么爱日本的这个样子形象在他们的心中 其实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一度就是在心里面就是蛮难过的 因为我不想哭出来 因为他这个样子就感觉很亲切 就是我就是你们大家喜欢的安倍晋三啦 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国会议员去吊咽的时候 在现场都忍不住大哭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安倍晋三他之前 我们看到他为了那个申办东京奥运 他其实有扮成什么超级玛丽啊等等 玛丽欧这样子的形象 很接地气啦 对 他其实是很亲民的 所以说他们选了这张照片 我觉得是要就是也要让民众记得他这样子亲民的模样 这样的心留下在民众的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 所以在这边有其实不分男女老幼非常多的民众到 不是只有说老一辈的或是关心政治 有蛮多的年轻人是有来到现场来吊咽安倍晋三 那其实在安倍晋三的这个葬礼的前一晚呢 是有一个守灵的仪式呢 那他的夫人安倍晋慧呢 他前一天是搭着这个灵车 然后前往曾上寺来为安倍守夜 这是前一晚的状况 但是前一晚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到了这个曾上寺来做这个 跟他做巨型守夜的仪式 那我们看到其实日本的天皇德仁 跟皇后雅子 他们是有派他们的侍郎 有到这边来上乡 那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还有自民党的副总裁马申太郎 还有前首相菅义伟 日本央行的行长黑田东燕 我最喜欢的央行行长 没错 还有这个刚好在日本采访 进行访问的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等等 有多达2500名这个日本国内外的政要 都到了曾上寺在这边 来为这个安倍晋三上香 来跟安倍家族一起来守灵 那11号这天是守灵 那所以在12号下午这天就是赃礼仪式 那大家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最后一面的时候 这个安倍昭惠跟安倍晋三 他一直不断地呼喊他的小名 这个小静小静 所以小静的最后一趟旅程 其实他们有特别准备一段路线 希望他可以好好的离开 那安倍的邻车会前往安葬地点 不过途中会经过像是首相官邸 国会议事堂自民党总部 然后做最后的告别 那他的遗体是会被火化 那安葬于山口县老家安倍家的墓园之中 跟父亲安倍晋太郎的墓会葬在一起 那当然这个守灵仪式的现场有人说 其实真的蛮感伤的 因为现场还放了安倍晋三生前弹钢琴 然后夫人安倍教会陪伴一旁唱歌的这个影片 所以不少人看到这个萤幕都忍不住留下来 其实连我自己在讲的时候 我想象那个画面我都是觉得蛮难过的 因为这是本来好好的人 然后他也是67岁而已 然后突然就被枪击然后身亡 我觉得真的很不舍 而且他对我们台湾是非常的友好 对 一切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所以看到他们夫妻俩 有那么的恩爱 让在场的参加首夜仪式的这些政要 或者是国会议员还有家人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感伤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安倍晋三 他是有货颁 日本政府货颁颁给他一个最高等的勋章 我们来看到他颁给他是一个叫做大勋味菊花章的警示 跟一个叫做大勋味菊花大寿章 这两个奖章来表达安倍的攻击 那其实这些奖章 其实有颁给一些国外的元首 像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还有已故德泰王普美鹏 他们有获颁 那除了这些国外的元首之外 日本至今只颁给了几个前首相 一个是吉田茂 还有佐藤荣座 还有忠贞跟康宏 所以安倍他获赠的话 他是日本战后的第四人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 也是日本政府还有日本天皇 要表达说对他的感恩 表达对他的攻击 所以颁给他这个奖项 对 因为安倍尔其实很多人认为说 他现在就是后来他当了首相之后 其实改变日本在国际上蛮多的地位 而且他也把日本推向国际 所以很多人对他是相当感念的 那12号这天的葬礼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这个报道 把这个镜头转到现场 来带你看一下当时情形 东京增上寺外 这群日本人一早就来排队 准备献花给已故首相安倍晋三 顶着高温拼命拿扇子扇 尽管天气炎热 想送安倍晋三最后一成的民众 多到人龙年延 看不见镜头 哽咽感念安倍为日本付出的一切 一见到他的遗照 让许多民众更加不舍 安倍穿着一件没打领带的衬衫 双手插腰微笑着 充满元气又温暖的形象 现在只能深深烙印在脑海里缅怀 其实我觉得他是 真的很好的一个人 我觉得 所以他就这么过失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连在日本的大陆人都来哀悼 台湾时间中午12点 也在增上寺举行私人丧礼 除了少数亲友 还有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及自民党干部参加 不排除在8月 日本会以国葬追悼安倍晋三 自民党跟安倍家属 未来也会举办联合丧礼 另外日本政府决定以大薰卫局 花张警示追寻安倍 这是日本勋章中唯一一枚 采用警示形式的勋章 用明治两字的古转体做装饰 只有国家元首级才能佩戴 安倍晋三将是战后 获得此勋章的第四位首相 CB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丧礼现场 其实他们只有对这个亲友开放 所以像是岸田文雄有去 自民党的干事长 茂木敏充也有到 不过台湾也有一个政治要角 也去了 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其实他前一天就被拍到说 他有进去到安倍家里头 那在今天这个丧礼场 我们刚刚已经讲 他是交亲友 所以赖清德能去的话 就是已经被他们认定是好朋友 至亲好友 对对对 那也有被拍到 他有这个坐车进去 然后甚至有出现在会场里头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 这也是台日关系 又要进了更大一步 因为我们是没有邦交关系 所以现任的官员要去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那当然这个丧礼现场 我们大家也会看到 这个安倍昭惠 其实他真的深情很落幕 对吗 对我们这个安倍的这个官墨 他其实在这个 当地时间的下午两点半 从曾上寺出发 开始行进 刚刚一轮讲的这个路线 那这个临车的话 是这个安倍昭惠 他是坐在这个前座 那他手上呢 其实是拿着这个安倍的排位 然后他戴着口罩 虽然戴着口罩 可是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 安倍昭惠的他这个心情 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跟悲气 那他是这个临车呢 刚刚讲到说 他其实会经过这个自民党的本部 那也会开到这个首相官邸 但是呢还会经过这个国会的议事堂 最后才抵达这个品川的这个殡仪馆来进行火化 那火化之后呢 再跟大家做最后的告别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安倍晋三呢 他其实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还蛮活跃的 这个他不只有经营这个脸书 还有推特 还有YouTube频道 他其实算是个YouTuber 但是呢在他这个 离世 对在离世之前 他的这个订阅数大概只有36万 其实也还不错 以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算蛮夯的 但他在过世之后 有太多的民众来看这个影片来悼念 对像我自己也回去他的那个脸书上面 看一下他以前弹钢琴啊 或是帮忙助选的一些照片 对 因为就是会怀念他嘛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跟一轮 有可能类似这样的想法呢 所以他这个YouTube的订阅数 整个已经是破百万了 是比他之前还要多了三倍这样子 那很多的网友就跟一轮一样 他其实看到以后 真的是会忍不住想哭 会觉得说 真的是一生难忘 也谢谢安倍晋三为日本所做的一切 那他们觉得说 他是个如此温柔敦厚 而且贴近每一位国民的政治家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 那其中这个 他YouTube里面拍了很多的 不管是短影音也好 长影音也好 但是有一个影片 让大家真的是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就是他弹钢琴的这个影片 他是为了这个三一大地震 重建的应援曲 弹了一首叫做花卉绽放 那他自己也很客气 他就说 虽然钢琴弹得不好 但是他这是时隔六十年 重新练习的成果 所以这个有超过四百万的这个点语 很多网友觉得说 其实首相会弹钢琴 就是已经蛮 蛮 蛮聪明的 很迷人 对很迷人 然后也很少见这样子 那这个安倍过世以后 会有让很多这个网友不舍 所以更多人来看他的影片 我看这个花卉绽放 我就想到一句叫 花开花落中有时 那当然安倍也有曾经绽放过 给大家很多美好的回音 那他现在就是花落了嘛 所以我们大家也是非常感念他 对所以安倍他的弟弟 有在他的这个脸书有po文 就是po了他跟他哥哥的合照 然后跟这个 他的哥哥说 就是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下 这个山上彻游 这个行凶的这位男子 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杀鸡 对不对 对这个日本媒体呢 他先去访问了一下他这个之前就学时候 他的老师还有他的同学们 发现说 其实老师跟同学 他们的这个反感 对他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有他的高中老师就说 不少人对山上有这个深刻的印象 他觉得有一点意外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山上的这个存在感有点低 他觉得说有些高中同学 根本不记得跟山上有同班 我们是同学这样子 但是也有其他真的高 他的高中同学 他说 其实他的人缘不差 而且他又会参加一些拉拉队等等 感觉起来不是一个那么孤僻的人 但是呢 他家中似乎有是遭逢巨变 怎么说 因为他其实山上的家里 他的这个爸爸还有祖父 感觉是都是算有钱人 那他的妈妈呢 本来就是一家这样子过得还不错 对就是家境也不错 但是后来他的祖父 跟他的爸爸过世以后 家到中落 那他的妈妈又去信奉了 这个统一教以后 好像家里这个状况开始不太对劲了 所以说他的情绪 似乎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然后呢 他后来有加入这个日本的自卫队 但是他在这个时间都没有发生 比如说一些违规的行为 就是蛮中规中矩的 对中规中矩的 后来呢 他是去一间这个货运搬运公司这边上班 一开始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有这个 他的这个长官发现说 他就跟这个同事有起冲突 就是他的货运搬运的时候 可能都要按照一个制定 顾跟你的SOP来作业 但是他就自己觉得说 我应该要怎么做 执意用他的方法做 那跟同事有起了一些冲突 后来还有出现矿质的行为 结果到最后他是离职了 所以说他这一段期间 似乎是他的心境上面 跟他这个最大的转换 我觉得应该就在家中 因为后来这个警方也有问他 他的新贡词跟妈妈 姓统一教有很大的关系 对 他是想说他之前呢 其实是想要暗杀统一教的 这个宗教的高层 而且他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呢 看到安倍有在这个宗教团体的聚会上面 有致辞哦 他想说你们是不是有关 这是他认为 对他认为他这是一挂的 然后所以他因此起了这个行修的动机 那他本来呢 是说想要用这个炸弹 来这个执行他的任务 但是后来觉得说 怕炸弹伤及太多 无辜所以他敢用枪支 这是这个嫌犯目前的供词 而且他说是因为暗信戒 也就是安倍的外公 他觉得是安倍的外公 把统一教从南韩引到日本的 所以他其实对暗信戒 他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他就把这个杀机 转到他的孙子身上 也就是安倍 所以他的公词是说 他因此这样而行凶 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暗信戒 把这个宗教移到日本 好像这个东西又有点不是事实 目前都还在调查啦 对对对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分析 CNN采访团队重返日本已故首相 安倍晋三的遇刺地点 回顾他原先最后时刻 推认首相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街头遇刺身亡 日本警方表示这是起仇恨犯案 因为枪手山上彻眼 不满妈妈迷信 特定宗教团体 所以安倍和该团体关系匪浅 尽管日本警方拒绝点名 不过来自南韩的统一教却在这时 跳出来自清 CN团队来到这栋大楼 与案发现场直线距离只有300公尺 这是统一者在奈良的教会总部 可以看到现场被日本警方 用蓝色塑胶布盖起 因为身上彻眼的最新公尺 承认在犯案前一天 跑来这里开枪 身上彻眼还说 自己痛恨的 其实是安倍的外公 安心介 汉心介据传就是把统一教 引进日本的推手 曾经担任日本首相的他 战后一度被立委 夹击战犯 去关打首相 在日本又被称为 昭和妖怪 枪手因为不满统一教 所以恨安心介 最后迁怒于安倍 只是中间还有什么 曲折离弃的经过 让枪手下定决心 痛下杀手 还有更多细节 等待日本检调厘清 TVB的新闻 综合报道 好我们谈完安倍之后 还是要来谈谈 观众朋友最喜欢的单元 就是Google券来看世界 那刚才我们既然讲到日本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 我们就日本的热门搜寻字 是什么呢 好日本这个热搜关键字 其实刚刚也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新闻片段里面 它就是田中富宝 是这个日本统一教的这个会长 为什么会登上这个时候呢 当然就是跟这个安倍的 这个暗杀案有关了 它呢是有召开记者会 它是讲到说 其实这个嫌犯 山上彻野 它说它的母亲 的确是这个统一教的成员 那这半年以来呢 大概是一个月一次 有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 那是从大概1990年代后期呢 就开始有跟教会的 入教了 对 有入教 然后有跟教会有关联 那他是这个教会长是说呢 凶贤本身呢 他并不是教会的成员 那安倍也不是 当然也不是所谓的什么教会 外面在流传的什么教会顾问等等 都不是 他有澄清 那这个凶贤 他其实起了差距 他是觉得说 因为他的妈妈捐了太多的钱 然后导致破产 对 给这个教会这样子 那有记者就是有问他 那教会问他说 这个山上的母亲捐款的问题 那教会是有 有点刻意在回避这个问题 他就只强调说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那没有特别讲说 他到底捐了多少钱 这个是日本的热搜关键字 也好像有点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 好 日本讲完 我们就来看美国 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HOVLANE 他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做 高承载车道啦 为什么会登上这个热搜呢 主要是德州有一名富人 他一个人呢 开在这个高承载的车道上面 那德州的法律是规定说 两个人以上你就可以走 对 你就可以走这个高承载 那他一个人嘛 他就被警方拦了下来 结果呢 警方说 你这个车上怎么 就只有你一个人 对 他要来开他罚单了 那这个德州的富人就指 他肚子说 根据这个之前 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罗素维德案嘛 我这个肚子里面的小孩呢 就是一个生命 他这样就跟我 就是两个人了 这个他因为你知道 这个开下去的罚单蛮重的 要215美金 对 六千多块台币 那他这样子讲 感觉就是有点 好像也没有错 好像也有一点点怪怪的 对 怪怪的 所以说这一件这个事情呢 现在是闹上法院 在大概7月下旬的时候 要来开庭审理啦 所以因此美国 很多美国人在讨论说 那你这个肚子里面的小孩 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人呢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 罗素维德案给推翻的话 因此登上了美国的热搜啦 这个蛮有挑战感的喔 没错 好 来英国我们看到的 他是知名的球评 在BBC是Sue Baker 他退休了 那其实他蛮多人很知名喔 因为他之前就是职业的网球选手 那今年已经66岁啦 所以就希望可以休息一下 那他从1993年 其实就在BBC这边工作担任球评 那很多人就说 诶 他怎么会突然想退休呢 那当然当然觉得说 过去的美好时光 他都很怀念 也都很想念 那他在礼拜天的南丹温网冠军之后 他就宣布了退休的消息 那有一个人也蛮感伤的 就是费拔 这个费德勒 他们就用了这个影片来跟他说 这个BBC要离开 让他觉得难过到想哭啦 可能就是一个致敬的这种前辈 感觉就是要离开 真的不在这个球团上面 可以评论啊什么的 可能会有一点点感伤 对 毕竟太多场比赛 都是由他来帮忙评比 所以来帮大家转播 所以这个费拔非常非常的难过啦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南韩喔 南韩的这个热搜的关键字是 韩国历史能力考试 哎 蛮有趣的喔 他们其实有这个历史考试的这个评比 那在7月11号开始报名到18号 8月6号会举行 这其实有一点点像是 Official 就是有点正式 但是又不到那么正式 但是很多的国家考试 又必须要看这个来评测 那他们这个6月11号 有8万人要申请考试 那主要就是讲了嘛 韩国历史 当然就考韩国的历史啊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来 校正一些错误的历史认识 那他们过去2006年就有第一届 原本是一年两次 但后来越来越多次 那今年是考了六次 那他还分成一级到六级这样子的区间 结果他们说像国立学校的教师 就会要你三级基础要过 那如果没有过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或者有更高 所以一些可能要考公职的人员会 警察也要 军人也要 可能比较低 二级就好 但是就看起来就是公职人员必备的考试 或是A考这个可以加分 所以他们这次因为在报名期间 所以登上了热搜 嗯 了解 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这个热搜的关键字 是我们的天王郭富城 因为他这个豪宅 在凌晨的时候被小偷闯入 好显示刚好有庸人看到 要不然的话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他这个 这个欠案一次是牵涉到三户人家 而且其中一户是郭富城的岳父岳母 好显说岳父岳母家是没有损失 那同城的另外一户 是被偷走了大概500块钱的港币 那目前来讲还没有抓到这个小偷 但是大家会发现说原来郭富城家 根本就是个五星级饭店的规模 前几天才是林青霞家失火嘛 所以大家就哇豪宅好棒 郭富城家也是很厉害 对发现说他家有这个电影院 然后游泳池健身房 卡OK篮球场然后客厅整个很大 整个大概可以容纳个50个人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名人的豪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个他的这个之前的影片 可能在老婆在IG上面PO的影片 刚好被人家拿来放大检视了 这个是香港的热搜话题 好看完香港我们来看到台湾 台湾的热搜出现的是神旺大饭店 因为好多老台北人的回忆 就觉得以后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准备要进行整修 那是2002年 这个旺旺集团承接亚太饭店 那到现在大概是超过20年了 那他们即将要在9月15号歇业改建 很多人不舍 我以前在这边吃饭 甚至住 结婚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而且他的地点非常好在东区 那旗下的面包房也是在8月26号 就要结束营业 那很多人说好喜欢吃的面包房 或者是旗下有一个餐厅叫超品集 怎么办 他们说会另寻其他的地方 那这地方重建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什么人来住 也没什么来吃 所以他们就加速启动了 这个危老重建的改建计划 那接下来就会是一个综合商办 那地下有6层 那地上有27层 那大家也就期待一下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新面貌咯 嗯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就是说关键字 叫做新马第二通道 然后上面的一名女子 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是一个有点 社会案件 社会案件啊 这个监视器拍到的画面 行车记录器拍到的画面 它呢是在这个新马 新马第二通道 其实是连接这个马来西亚 佛州跟新加坡的一个跨海大桥 那很多的车辆在这边通行 结果呢发生一个事故 就是有这个一辆车子呢 他在准备切换车道的时候呢 可能惹到了这个女车主了 然后这个女车主就很不满 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切 结果他竟然就是下车 因为可能车子很多嘛 他让他就直接下车 然后呢走到这个差点 可能围到他的那个车子旁边呢 前面把他的车牌给拆了 我看影片是他本来要这样子 背后推推推推 就这个车子还在动哦 就他就很生气 他就把这个车牌掀起来 他整个对整个是 往他的挡风玻璃上面砸耶 女雷神的概念 整个把车牌掀起来 然后这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他直接拿去砸这个对方的车 那这个很多人就在网络上面 肉搜他这个是谁 然后怀疑说疑似是新加坡人 所以这个登上了新加坡的 这个热搜的关键字了 原来是因为这样 对因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夸张了 对因为女生看起来蛮凶狠的 所以大家也觉得 怎么会这么的不舒服 对这个画面看起来 好我们讲完了GoogleChain之后 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 一些旅游的产业 因为现在看起来 病毒共存已经慢慢可以 接风出国完了 那疫情后出游 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 行李好多 如果行李到了机场 没办法拿怎么办呢 其实最近在英国这边的最忙机场 这个希斯洛机场 就发生这样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报道带您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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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notified. After the pandemic people want to travel again and airlines are seeing a huge surge in demand. However, this surge and demand has created some problems. Airlines have gone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tim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ve had to furlough people, lay off people... and with demand coming back now very quickly and perhaps quicker than we all expected they find themselves short of staff very skilled jobs have been lost and now we're having to as an industry recruite people back, train them up again to be able to serve passengers and that just takes time it's very easy to slam the brakes on the industry lead to enormous job losses but it's much harder to scale it up again when you suddenly open the doors again 我们看到这个暑假到来 很多人都选在这个时候出国 但是如果你去到欧洲 英国 美国这些国家 就有可能遇到 刚刚那样子的情况 对不对 对啊 如果拿不到行李 真的很恐怖 有人说他从外地要回伦敦 结果上次这个六月份 行李系统故障的时候 他是三个小时之后才领到行李 那不是就是整个打乱了行程吗 没错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机场行李一大堆 有人把它誉为说叫做行李地毯 因为就是排在地上 根本就像一个行李一样 这个英国我们刚才说 他最忙这个西斯洛机场旅客 真的越来越多 六月的时候会发生 这个行李系统故障 所以导致没办法拿 当时他们就开始说 那不然下个礼拜开始就减班 所以就造成了5000个旅客 这个行程受到阻碍 那最后一刻有人到现场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航班被取消了 这种会很傻言很想骂人 因为你后面可能一堆什么旅馆等等之类 或者是你是要转机 这些都要重排 总该先告知吧 对不对 那当然在7月的时候又发生一个状况 7月2号是机场加油的系统鼓掌 那7月2号其实蛮尴尬的 因为他们7月4号 这个美国有个国庆周末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趁着这个周末 到英国去旅游 等结果这个7月2号这一天 他们得3475班都有延误 然后611班取消 那整个大乱原因自然莫过 第一个是夏季旅游潮 第二个是机组人员短缺 第三个是气候恶劣 这三个都是非抗力因素 但有一个也不是完全非 就是机组人员短缺 疫情期间 这个大家都不飞行了 所以机组人员就被裁员 没错 结果现在人潮回来之后 拜托你赶快回来上班吧 你求我以为我也不回来 有些机组员可能会这样想 当初你要把我这个cancel的时候 我都没有 我都不能说什么 就你现在求我回来上班 那多给我加薪嘛 对不对 好 那机组人员短缺之后 那人还没有补回来之前 这就会发生一个情形 就是他们的工作量变得超级多 对 所以人家想说 哼 你竟然要我 然后又不给我加薪 又不有好的工作条件 我就罢工 所以欧洲这边 六月三十号 联航就有机组人员开始罢工了 这个瑞安航空 包含像是比利时 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 意大利 通通都有类似的状况 甚至联航的瑞安航空 七月二号的时候 他们取消了十个航班 那预计七月 还会再多罢工十二天 那机组员要的就是 我想改善我的工作条件 是 你总不能 不需要我的时候 就不要我 要我的时候又叫我回来 赶快补上 所以他们算是蛮 和团结的 很多个国家的 这个同样是 瑞安航空的技术人员 就一起罢工 要让公司重视 他们的这个工作条件 对 那易捷航空这边也是 西班牙这边预计 七月要再罢工九天 他们的诉求是 希望能够加薪 所以看到 如果现在要出国完 可能还会面临 蛮多问题的 因为不确定性很高 除了可能染疫之外 你可能在机场上面 也会遇到说 行程好像突然会被打乱 但是还有一个 比较确定的因素就是 好像机票应该就是会往上涨的 对不对 对 因为要出国前 要摸摸口袋 够不够深 你的钱够不够 存的有没有够 因为真的是机票很贵 我有一个朋友去泰国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回来还是要三家室 他也愿意去泰国玩 就他说 机票超级贵耶 要万起跳 跟之前真的是那种 以前好像几千块就可以 对 我就可以联好嘛 对 轻轻松松拿了一个包包 我就可以出国去泰国玩 就现在不一样 就日本说机票也涨三成 到韩国要涨六成 那这样子怎么去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就不能出国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涨 对 那瑞安航空的负责人 他讲说 其实他预估就是 航空业在五年之内 机票一定会变贵 因为航空业的利润真的太低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抵达到英国的 史坦斯特机场的机票 居然比到伦敦市中心的火车票还便宜 他觉得非常荒谬 所以他预估势必会涨 涨的问题包含第一个油价 乌尔战争当然让我们的能源非常的紧绷 不过他说在乌尔战争之前 他们已经把油都存好了 应该有避免掉比较高峰的那一个期间 但是问题是 这物货战争还不知道打多久 所以在摆脱这个战争 不确定因素前提之前 他认为未来的四到五年 都一定会结构性上升 那第二个问题 自然就是通膨 全世界通膨非常的严重 你就算油价没有涨 但是其他东西都涨了 员工薪资要帮人家涨吧 因为你看物价这么高 没错没错 然后空中的管制费也涨 他说原本是四十欧 上涨到五十到六十欧 四十欧大概是一千两百零五元的新台币 那后来可能会涨到一千五到一千八 这都是成本 对 所以他说一定会加注在这个旅客身上 所以机票就会涨 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蛮有趣的 原来跟英国脱欧有关 因为他说 现在他们很难找到欧洲的员工 因为英国脱欧 因为这个身份转换的问题 对 所以让大家蛮惊讶的说 原来这个东西对航空业影响甚大 那瑞士的这个EasyJet 他六月的时候也曾经说过 他们拒绝了八千个 应征英国机场员工的申请 所以代表这东西 确实他们在慢慢的分开 你的系统跟我的系统不一样 所以我不想要你来申请我们的部分 那其中大部分的求职者 都是来自欧盟国家 所以这也显现说 现在在欧洲世界 这个航空业又因为这样子的种种问题 人力不足的情况更加严重 那除了这个出国会面临到这个机票涨 还有可能行李找不到以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疫情上面的风险呢 对 那当然大家看到国外还是觉得说 好好我都可以出国了 而且很多人都已经没戴口罩 台湾怎么样 其实现在台湾的状况 我们还算是可以掌控啦 但是大家很怕BA.4啊 BA.5这种可能逃脱力比较强的这种变异病毒株击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保守的 原本是一周2.5万嘛 现在升到4万 稍稍有放松一点点 但是疫情状况 现在看起来全球的确诊 最近大家都有回升 而且回升将近21% 那自然跟这个暑期的疫情 这个旅游量有增加有关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境外的BA.4 BA.5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播力更强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在上升当中 尤其欧美的幅度是最大的 那国内最近是有下降啦 而且轻症跟无症状还是比较多 大概是99.6% 但是随着这个BA.4 BA.5现在 变的数量开始变多的趋势 一杀进到国内嘛 现在目前累积是有4例的BA.5 所以这个就让政府有点担心 会不会引发一些风险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对于疫情的 这个感染程度还是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大家就不敢轻忽 那幼儿的疫苗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像是这个来到的6个月到5岁的 这个幼儿莫德纳疫苗 它在7月初的时候已经进了45万剂 那接着是7月中下旬就会有接种 那长者也是 因为长者跟小孩就是这一波疫情的高风险 小朋友病程变化速度很快耶 真的是吓死 那长者当然也一样 现在65岁以上的接种情况 第三季是73.4% 我觉得已经算蛮高了 那符合接种间隔的来到了96.3%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 是不是该打第四季了 对那第四季目前接种的状况是 19.7%的百分比 这是65岁以上的接种情况 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说 在这个暑假期间 有很多人连续是大概发想说 8月份有没有可能可以出国呢 那我们就要再期待一下了 对讲到出国很多人可能会 第一个想到说 那是不是可以去日本 因为这个日元最近贬得很低 但是讲到日元贬得很低 其实日本的民众不是那么的开心 因为我的生活变得比较苦 然后加上这个 比如说能源啊 这些价格都一直在往上涨 所以说日本好像会进入到一个 这个失落20年的 这个经济恶性循环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下午三四点备料时间 拉面店老板在热气震腾的厨房 忙进忙出 不过外头的冷气不敢开 电灯只留一两盏 就连存放食材的冰箱 温度也被迫往上调 今年热浪清洗日本 平创高温记录 然而气温越高 空调用电越大 代表电费账单也付得更多 那后面是消费的吗 这里也通常是消费的 能源进口价格暴涨 供电又吃紧 日本政府启动为期三个月的节电季 例如从下午三点开始 关闭非必要电源 同时将扩大核电厂运转 抑制高涨的电费 统计显示 日本这一年来 电价涨幅高达三成 不仅排挤家庭开支 更对消费和企业活动 造成负面冲击 日本民众怨声载道 因为光看六月东京核心CPI 年增率就来到百分之二点一 创七年来最大增幅 另外日元扁不停 近期又扁破一百三十六对一美元 一度触及一百三十六点九九 也间接弱化民间消费力 民调显示 能源价格飙涨 日元走贬所导致的高通膨 百分之六十四的民众 已经无法容忍 比可以容忍的百分之二十九 还高出好几倍 私は最近車を注文したのですが 世界的な半導体の需要增加で 車の新車価格も上がり 半年から1年かかるとのことです 車の車種によっては注文停止など 今までいなかったことも起きています 注文から2ヶ月経った今でも 納車日が決まらず はがよい思いをしています 日本央行放任日元走贬 原本期望带動出口 讓失落二十年的经济重現生機 但以汽車 鋼铁 機械 和半導体為主的日本外銷产业 整体出口占GDP比重 近年已经缩减至不到百分之二十 专家分析 縱使日元大幅貶值 有助价格竞争 但在产业設備折旧 并得大量進口原物料 和中間材的情况下 民众未蒙其力 反而先受其害 日本在这个時間 偏偏 Blessed 产业不敢像美国一樣 実行這一部分 要批多物業的措施 為什麼會對 這個 gender的消費 經濟活動避失的反而 特別是投資的一部份 otte is doing 所以说目前的协换就是比较稳利的这个二线循环 在能源价格高涨与产业老旧双重夹击下 日本贸易逆差扩大会导致日元扁更凶 经济前景恐怕不妙 TVB新闻陈英仁 戴源丽 台北报道 好我们讲到日本都会想到日元扁值 那我们当然别的国家看起来蛮开心的这个拼品买 但日本人其实没有很开心 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利进口嘛 所以他们很多的成本其实都变贵了 没错这个日元兑美元目前来讲就是在 大概136 137左右上下徘徊 那其实日本的目前来讲 他们这个贸易逆差已经连续10个月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两个原因造成贸易逆差 第一个我们讲到是这个能源的价格涨 我们看到这个原油啊天然气煤炭 但这些呢这个进口额年增长的话是不断地是往上飙 所以说日本的这个因为日本本餐就是一个缺乏能源的国家 都是要进口 对都是要进口 所以能源价格涨对他们来讲 这是贸易逆差的这个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再来呢是他们这个产业老旧怎么说呢 我们想到日本是不是都会讲到说他们这个汽车业很发达 对我们大家 省油嘛 对 大家觉得日本日系汽车蛮好的 对这个大家最常买的不是说是Toyota或是Nissan 这两个两大车厂的这个势力非常的庞大 但是呢就会发现说他们一直在强调说他们这个原本的这个燃油车有多好 或者是他们后来这个发展出的是油电混合这样子的情况来讲 他们是比较觉得说燃油车跟油电混合是他们这个汽车业要发展的主流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欧美新起的这个比如说特斯拉电动车这类的崛起 他们的反应似乎是比较慢一些的 这个让他们这个产 所以他们在汽车这个电动车的发展上面 看起来是比较稍微老旧一些 这会影响到他们这个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外销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汽车的这个零部件 它会外销到其他国家 但是因为我现在目前都在发展是燃油跟油电混合的这个零部件 那我这个其他国家都在发展电动车 我反而是缺少做电动车零部件的这一块 我就没有办法外销到 工艺 对我就没有办法外销到其他国家 像是韩国的话 他可能之前都跟日本买很多的这个汽车的零部件 但是因为你没有做这个电动车的 那我只好改跟比如说跟中国大陆买 反而这一方面日本现在是比较是弱势的 对于他们的汽车产业是有影响的 对对像2021年韩国向大陆进口这个零部件的话 是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九 但是它跟日本进口呢只剩百分之十一点六 这个相差就慢慢再开始拉大了 这个这个是日本的电动车产业需要赶快 集起直追的一个地方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逆差其实会造成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日元贬值等等之类 这其实是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那要解套的话其实就是要靠日本央行来升息 但是日本央行如果升息的话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 他们为了要保障他们的就业 要保障金融 要救他们的房地产 要救国债 这几个原因呢 所以日本央行还是决定说我要维持宽松啦 对那因为说这个维持宽松 他们就有两派说法 你就不加息嘛对不对 不加息的话叫做慢慢死 那如果加息的话呢就是快点死 所以说都是感觉好像死路一条 所以说日本好像是深陷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困境 是他们日本经济来讲 可是死的时间快或慢而已 对这个是日本的这个内阁需要去这个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我们刚刚讲到电动车 我还是很好奇说 为什么他们不想发展电动车 而且它真的是让经济可能会一蹶不振 对这个日本电动车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去年全球的汽车销量好了 其实这个日本的丰田汽车是连两年登上全球销量第一 真的而且在二手市场它真的也比较好卖 对它这个2021年它这个全球销量有1000多辆 1000多万辆 那第二名是这个Volkswagen的话 大概888万辆 所以说日本的这个汽车产业非常非常的 还是有它的这个利多的效应在 优势 对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因为全球暖化啊 这个大家都在发展这个电动车了 日本来讲还是相对的保守 他们觉得说还是要来发展 我刚刚讲的这个燃油跟是油电混合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现实上面考量是说 混能的这个技术 油电混合这个技术 他们是比较成熟的 而且他们这个发电呢 是仰赖这个化石 化石燃料 而且如果说我突然啊 转向全部都去改做这个电动车的话 可能会导致百万人失业 因为这个电动车他所要需要的这个零件其实比较少 那组装其实是比这个燃油车还要简单 那我本来这些我比如说丰田啊 或是日产汽车这些我本来不是都雇了一堆人吗 我如果说我要改做的话 我是不是一堆我要裁员掉一堆人了 变成我让这些人失业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风险 但是如果说你完全不不赶快追上电动车 这个发展的脚步的话 有专家说 你可能十年内会输掉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竞赛了 而且日本的汽车业 其实他们对于说 这个电动车真的是不是能够对环境环保有贡献 他们目前来讲是抱持一个比较存疑的状态 但是各个国家都在发展的话 那如果未来是一个趋势 他都不投入 那到时候要投入绝对来不及 好那现在还是在讲到钱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觉得通膨压力好大 什么都涨 尤其薪水没涨 日本也有类似的状态 对日本也有这个一样的这个情形 我们来看到这个六月的销售价格指数 他们是创下42年来的新高 主要这个大型制造业 一年后预估上涨2.7% 他主要因为大型制造业 他们很多这个原物料上涨 主要是这个原因 造成说这个销售价格指数会往上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我们民生比较有相关的 很多人会 对 早餐会要吃面包 三旗面包 很爱吃面包 对 连锁三旗面包呢 他们7月1号呢 是今年是第二次涨价了 平均大概涨了 有7.1%左右 那他们这个7-11的7 Cafe呢 也是最近首次调涨了 这个大家常吃的 这个比较有感 所以民生物资上面 民众会觉得说 啊 好像真的是 口袋的钱越变越薄 那我们根据这个帝国数据银行的资料显示呢 到七 预计7月会有1600种的食品会涨价 不是说我刚刚列出来那些什么面包和咖啡 有1600种 所以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汽车嘛 对不对 汽车其实也有涨价的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这个三菱的这个欧兰的 PHEV的这个车型 他呢 没有改款 就说我要涨价了 这个业者是说 因为刚才大幅的上涨 没有办法 他们就 成本上升了 对 他们现在就涨价了 那马朱达跟苏巴鲁呢 他们是也有部分的车款 也是跟着涨价了 那其实涨价苦的不是只有消费者 还有他们汽车这个厂商的 这个下面的三四级的供应商 像齐玉县这个 在做这个汽车空调的 这个供应社的社长呢 他就说 中小企业其实是很难谈价 他们只能薄利多销 那随着这个材料一直涨价 出现这个成本倒挂的倾向 其实他们是非常的痛苦的 所以这一波这个涨价潮 不是说只有消费者很痛苦 厂商也很痛苦 对 卡在中间这个中小企业 一样也是苦哈哈啦 对 他用痛苦来形容 确实这种通膨让大家很有感 那观众朋友有什么有感的感觉 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 这就是上半小时的 国际plus 谈全球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ade山和单 或者账参与 小铃铛 并且和尚